新一份《财政预算案》星期三发表 疫情之下经济低迷 预料今个年度的财赤将会高达2000亿至3000亿元 升到预获息 预算案因此将会减糖减甜 不再派钱 亦都会取消公屋免租一个月的措施 至于退税 中援出商量等的措施就会继续 但部分措施的负面金额将会缩减 财政司司长昨天邦邦表示 今个财政年度的赤折将会急升至历史新高 下年度预料亦都会出现较大赤折 更加提到现实要看饭食饭 难免会令到选择有限 希望市民能守望相助